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地与人类抢夺生存空间 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治理沙漠化 也就成了全球性的难题 中国重庆交大的意志间教授带领团队 经过七年的反复实验后 打破传统的制沙模式 成功找到了沙子与土壤之间的转换密码 在沙漠上造就了万亩粮田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又含了什么黑科技呢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 沙漠就是缺水造成的 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沙子与沙子之间的缝隙很大 粒水性极强 不能像土壤一样存着水分和养料 维持植物的稳定 因此非沙生的植物也就难以存活 那如果沙子遇到水之后 能够跟土壤一样变成水泥的糊状 沙粒之间能够彼此约束粘合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于是这个团队就从植物中 提取了一种植物纤维粘合剂 只要把这种粘合剂放进沙子里 再加入一定规模的水 两分钟左右 原先金黄色的沙子 就会像泥土一样变成深褐色 摸上去很有粘性 手握住的话 也不会像原本的沙子一样散掉 倒进沙坑内 沙坑里的水也不会流失 这一现象为农作物的种植 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技术成熟后 重庆交大的团队 就在我国最难治理的沙漠之一 内蒙阿拉扇乌兰布河沙漠 展开了25亩试验田 准备啃下这块硬骨头 它们将植物粘合剂加入沙子后 当即得到了固定 并表现出了持久的抗风食能力 试验地种植了 玉米小麦瓜果蔬菜等 结果显示70多种植物 长势喜人并成功开花结果 与围栏外的茫茫沙漠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意味着 沙漠试验的取得了圆满成功 于是研究团队就展开了 大范围的实验 将沙地面积扩大到了3000亩 采用大规模绩效化种植方法 将材料撒到了沙漠的表面 不过半年时间 试验基地就长成了一片约800米 绵延近4000米的绿种 西瓜 茄子 西红柿等瓜果蔬菜 不仅产量高 口感还好 之后内蒙新疆 四川若尔盖等地 纷纷展开了实验 从沙漠手中 抢出来了一片又一片的凉田 那有了这种方法 是不是可以将所有的沙漠 都变为绿地吗 并不是这样的 这种技术手段 最大的制约条件还是水源 如果在干燥炎热的大漠区植树造林 不仅难度大还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地方缺少水源灌溉 但是对于核桃地区附近的沙漠 由于它具备水源和饮灌条件 不会造成水分过分蒸发和水资源浪费 也不会造成二次生态破坏 就有了改造成耕地的可能性 不过即使有着一定的制约 也不能否认 这项技术能在很大程度上 遏制沙漠化的趋势 改善沙漠的土壤 为人民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记得关注再走哦